各位網友早晨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2年9月15日 星期四 這一節先跟各位網友講講今早各大最新的消息 首先有一宗離奇縱火案 話說有一個內地女學生在酒店裡離奇縱火燒自己的功課 再被揭發她是如期居留 情況如何這麼奇怪 跟各位了解一下 另一宗亦說過香港各大最新的消息 首先是袁國勇有傳已經好了 情況如何了解一下 說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路友記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最新報道 內地女學生在尖沙咀酒店疑似中火燒功課 說非常離奇 再而揭發她是預期居留被捕 報導的內文是這樣的 尖沙咀發現懷疑中火案 凌晨凌時幾據報香檳大廈裡一間酒店 職員發現房間的煙霧探測器 響起警號 於是進去房間裡看看 就發現房間裡有煙湧出 一名女子正在廁所焚燒一些紙張文件等等 恐怕她是中火的 立即報案 由於地點涉及酒店 消防接報到場 已二級火警動員 派出多名消防及救護員到場 發現現場已經沒有煙沒有火 事件中也沒有人受傷 不過廁所裡的牆壁有部分分黑 交給警方跟進 警方調查過後初步得識焚燒文件的女住客 是一名內地女學生 早前由馬來西亞來到香港 入住上址的酒店 但已經預期居留 至於她焚燒的文件 相信是她的功課作業 據了解酒店方面不追究她的中火行為 但由於預期居留 那位女學生最終被警方拘捕 帶返警署 至於為何要在酒店燒功課 就仍然有待調查 話說警方在凌晨左右接獲這個報案 相信一名34歲姓張的女子 在上址燃燒雜物 並自行將火救息 事件可以說是非常離奇 這位內地女學生 說是疑似離奇中火 燒自己的功課 其後沒有人受傷 酒店亦不作追究 不過從而揭發她已經預期居留 所以事件仍然在調查當中 另邊商亦跟各位網友說說另一則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傳袁國勇已經好了 檢測轉陰性 持續沒有症狀 報導的來文是 政府專家 顧問港大微生物學系 講座教授袁國勇 在今月7日確診新冠病毒 有傳媒報導指 袁國勇檢查結果已經轉為陰性 由於傳出確診消息至今已屆7日 符合衛生署康復的標準 應該可以視為康復 據知袁國勇持續沒有出現症狀 袁國勇確診的時間 曾經回復傳媒表示 自己並沒有出現症狀 已按政府防疫指引在家隔離 他又說三年以來可以放假都是好的 感謝大家關心 袁國勇去年底曾表示自己 頭兩針採取 較痛但抗體反應較好的皮內注射 打了兩針 強烈的復必泰 體內已經有足夠抗體 所以第三針 可能會注射 剩餘量較多的科興疫苗 以作實驗 感化 專家也確診 袁國勇確診過後 據報就已經康復 近期的確 那個病毒傳播力非常強 各界關注究竟香港這波疫情 何時到頂 但與此同時 在其他地方 又爆出歷代最強的新變種 Omicron 已經殺到台灣 會不會殺到香港 仍然是未知之數 另一則蛇具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家事喜珍執 屯門友愛村 67歲的惡夫恐嚇62歲的妻子被捕 報導的內文是 屯門青山有愛村 一對六十多歲的夫婦 昨晚因為家事問題爭執 67歲的丈夫 懷疑恐嚇62歲的妻子被捕 兩人均報清不息 清醒送屯門醫院治理 報導內文提到警方 昨晚10點59分 折磨女事主的報案 指早前曾經跟丈夫因為家事問題爭執 期間懷疑被對方以言語恐嚇 警員接報到場 經初步調查 男子涉嫌刑事恐嚇被捕 傷喊不好口 不過在說這件事 不知道丈夫說了甚麼 最終女事主的妻子報警 結果拘捕了她的老公 另一則消息 來自星島日報的獨家報導 話說有私囂疑似高薪請提貨員 幫助他們走私 日生兩小時 400元至800元 兼有車費津貼 報導的內文是 疫情之下跨境走私活動 暢絕 星島日報追查發現 有懷疑走私集團在社交媒體 招聘提貨員 聲稱工作是代表內地買家 裸奶粉、保健品等貨品 交由貨車司機送往內地 消息指 私囂利用他人提取進口貨品 甚至受管制物品 再將貨物存貨在臨時的倉庫 司機經水路走私往內地 收拼提貨者或被視為走私集團的同黨 海關對此深表可疑 會調查有關的招聘活動是否涉及走私 呼籲市民切勿貿言協助他人運送不明貨品 或受管制物品 話說近日有人在Facebook群組 聘請年滿21歲的市民擔任提貨員 聲稱在旺角和石門兩個地方的雙下裏拿貨 工作時間一般是下午6點至8點 有意者需要提供身份證副本日 以便登記成為提貨公司的會員 並通過律師辦理貨主授權代為提貨的手組 之後就可以開始工作 成為這個提貨公司會員當天 會有200元的車費津貼 其後每日提貨的工資 是400元至800元 由於提貨員的職位甚為可疑 星島記者以應徵者身份聯絡發貼者 招聘者指需要提貨的貨品 是奶粉、化妝品、保健品等等 協助內地買家提貨 因為受益曾影響無法來港消費 於是選擇在他們公司網頁上 訂購奶粉、化妝品、保健品等商品 再由貨車將貨物混底內地交貨 記者反問對方為何不自行提貨 反而要付錢招聘他人提貨 各位招聘者就聲稱 基於法律和手續問題 提貨員會設置能代表一名買家提貨 告此需要招聘多位的提貨員 代表不同的買家提貨 又強調貨物都是合法的 無違禁品 消息指海關也有留意到相關的招聘活動 人員對此感到不解 不明白為何內地買家 不將相關貨物 送往專門的轉運倉進行轉運 亦不明白為何賣家 不從淘寶等購物網站購買相關貨品 從而要大費周章通過有關公司訂貨 再由提貨員和司機運送貨物 因此會調查這間公司 是否涉及走私活動 各位網友多加留意 若然有認識的朋友做這類提貨員 每天開工2小時賺4-8元 看來相當可疑 其實你不知道他叫你運甚麼 當年十年前左右 礦仔跟過一宗 有個女生 聲稱有人委託他運花瓶 說花瓶很價值連城 運到某些地方 也挺遠的 去到阿根廷 結果他去到當地 賣家接的時間 就說花瓶裂了 於是不讓他走 說這是初代 十年前也沒有柬埔寨偏安的時間 礦仔就要加入處理國際糾紛 結果真的搞得很倫敬 所以奉勸各位 若然做提貨員這類職位 你又不知道他叫你運送的貨物是甚麼 又或者有沒有違法 都是看清楚一點 了解多些新聞才考慮 做這些工作 多謝各位 尤其是願意看廣告來支持 礦仔的老友記 這段時間繼續勤力拍片 和大家緊 各大的消息 由早到晚 繼續勤力 我是礦仔 我們下節短片 繼續聊天 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